轉獎時間擁有契助 這次是公民科技創新小住均的得獎專欄 會跟這邊分享 做到大概三個月這個時間以來的進度狀況 我們其實有在小住均的進度報告裡面提供一個海海地的供底 大家會有興趣可以到那邊針對他們的報告內容給一些看完跟 feedback 那這邊第一組是遺留在世界的國家保障 好 那就開始囉 OK 好 那我們掌聲鼓勵這個國家保障 謝謝大家 開始講了 嗨大家 我現在在南安區的連結線 然後是這個國家保障共發行 以同性就是獲得協能獎募金 我們收協能獎募金 然後再做起什麼報告 然後對於國家保障不是很熟悉的人 我們就是一個專案 然後希望在美國甚至世界各地這些 他們的南安區裡面都有很多關於台灣檢驗的資料 很多是他們的外交部 或者是情報單位 然後是這一往多年來收集 對台灣的任何情報 然後檢驗之後大概 剛一期限30年大概過了之後 檢驗之後就可以收集在這些南安區裡面 我們就要到期自貢 然後到檢驗區裡面做翻牌 然後翻牌之後成立一個資料庫 然後其中大家其實都被上來觀看這樣 然後我們分有三個團隊 一個就是 小鳳 小鳳 他本來的小鳳哥 他是這個 不同專務團隊 然後其中是 設計團隊 所以我們現在先 先交給他 然後報告給他 這方面 其實 好現在 我先切回來 我先講一下我這邊 我這邊就是負責國家寶藏的設計 那其實我這邊主要是協助國家寶藏這個專案去建構他們的形象 因為其實這個專案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希望能夠招募到很多的職工 所以其實 他的形象的定位是非常重要 然後還有包裝或是協助後續的網站或是APP的開發 那這三個月以來就是我這邊持續的有在做一些設計的建構 那首先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形象的標誌 那這個是之前的一些就是我在發想的草圖 那我們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圖像的實驗 希望能夠找出一個就是大家能夠有共鳴的圖像 那這個都是一些過程 那其實我過程有很多都記錄在paper上面還蠻完整的 今天只是稍微提一下 那我們的概念主要是希望就是一個拼圖的概念 我覺得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台灣的文件是 我們希望是用大海道陣的方式一點點把台灣拼湊回來 那我們最終決定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是一些其他色彩的或是圖形的應用 那我們因為有去這個紐約的一個活動擺攤 所以我們也有相關像是貼紙或者是一些明信片 能夠提供給民眾更了解這個專案 那這是一個讓人家登記E-mail的介面 那網站目前就是我們有了一個首頁 那還在開發中那設計是差不多好的 就是一個關於介紹我們在做什麼的 或者是說你是志工你會想要參加 那或者是我們現在有什麼就是尋寶的團開團的 就是可以在網站上面看到 那網站上面也有就是之後可能希望志工 就是你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協助的 像是你想要親自去哪裡尋寶去拍文件 或者是你想要在線上幫忙協作 都可以找到自己就是相關的交絕或說明 或者這是一些設計的細節 那主要我自己是很從三月開始就是每個禮拜 都有把進度寫在paper上面 那每個禮拜的進度就是主要就是在於 我怎麼樣建構設計 或者是說跟其他團隊的一些討論 那其實細節都在這裡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那授選的是幾百 就是如果有想要一起做的朋友也可以 來跟我就是一起寫作這個專案 那這個是我的部分 我先切回 接下來是要請曉峰來講那種志工的部分 你不是按摩嗎 嘿 好 請說 嘿 大家好玩 各位 大家好玩 這邊是紐約連線 好 就是這個 集落在世界的專案裡面 它大概其實針對人的部分 最重要就是人力上的需求 那其實這裡面它大概分成一件重要的觀點 第一個部分其實是說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計畫 然後隨便用那個台灣或是POMOZA去在檔案館裡面做搜尋的時候 就成天上萬筆 成天上萬筆大概是 出估大概是資料跟檔案 那有關於台灣的部分 那所以說這個事情它會花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不是只是簡單的一個月兩個月就可以把這些事情給考慮 那當然就是討厭的是耐心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經歷要把這些事情給完成 那所以人力上面的部分其實就會有很多的靠面 那最主要是我們需要發動全民的行動 那不是只是我們單獨的幾個人 團隊它所想到考慮的一個可以完成的專案 跟台灣的朋友只要認同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是要把台灣的歷史從進而再去找回來 會需要是跟台灣的朋友一起開進地 但是這裡面其實因為檔案的部分 都是放置在美國的檔案裡 或者是在其他各國的檔案裡 所以說我們會需要在地的調整 那在地的調整裡面 我們大家就會分為是 就是劉絕生還有就是之前過往的金山漠移民的民眾 然後甚至是未來出席或使用台灣的朋友可以一起來參與 所以我們開始在這幾個月裡面 試著用幾個小型的活動來開始去吸引不同的族群 一起來共襄政治 那我們在日月的時候有前往華臉的國家檔案公司 然後大概 聲音放鬆 應該不止了 快結束了 欸 不好意思喔 那個時間不太夠 所以 我拿回來一下 我這邊剩一分鐘 給我報告一點工程方面的進度 所以 工程方面這個主要的一些構想 就是 我們想要建構一個手機的APP 然後再加工一個後段 所以 用手機APP自公帶著這個APP到這個網頁面 然後就可以無線翻拍 就是進行一個所謂的無腦翻拍 就是我們分派的任務便宜 然後你拿到任務便宜 然後直接去跟檔案去調資料 資料出來之後 直接拿出來 也用我們的APP 然後拍了之後 進入我們後段 後段直接拿到檔案 圖片之後 直接 儲存起來之外 直接丟給這個OCR 就所謂的文字化 文字化 就會去跟Google Vision 要這個圖片裡面 存有什麼文字 然後存到我們資料庫裡面 然後 將來希望可以做這個搜索 然後很快的 很快的做一下這個 呃 這個就是 它的設計應該是長這樣 呃 不是 在這裡 呃 呃 算了 每天看設計 不過這個是沒有設計的 沒有設計過的這個 一個一個demo 所以就是 大概就像這樣 你如果要查看所有的文件的話 它就會 大概就像這樣 就可以瀏覽 然後每個文件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 內容狀況 什麼樣子 然後下面是已經文字化的節目 然後 所以比如說 我現在 嗯 翻拍一個新的文件 嗯 比如說 翻拍了 這個文件很有趣 然後自動翻拍了之後 它就進入到我們的 後段 後段自動就會進行一個 OCR 就是文字化 的動作 然後 然後 然後就可以 嗯 它就會出來 然後就可以點進去 點進去 它就是 這個就會轉 就是它正在跟這個 後段 要這個文字化的結果 然後就可以看這個文字化的結果 那你如果看到這個文字化的結果 就是錯過的地方 你就按這個除錯 然後就可以說 哦 這裡這個文字化錯完 就開始幫忙做一些更改 然後提交之後 它就可以 就是作為一個形狀彩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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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會跟 正義師的正義結合起來 然後 不好意思 差不多時間 大概就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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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订阅和议员的设计们